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些生活好物 这些都是并不算昂贵的小东西 但是大大的改善了我的生活质量 所以呢也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呢 不要忘记给我点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好,那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正题吧 第一个想给大家推荐的呢 是这个便携式的奶泡器 上次发了生活小窍门的视频以后 有朋友问我里面打奶泡的机器是哪一款 所以今天首先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用的是这一款 它打出来的奶泡还不错 当然它是比不上专业的机器 但是盛代方便小巧操作简单 如果你掌握了技巧的话 也是能打出来很细腻的奶泡的 价钱更是好的,没话说 如果你喜欢喝拿铁和卡布奇诺的口感 但是又不希望投资一款大型的奶泡器 这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使用的时候有一个小技巧 那就是不要带入太多的空气 你让那个振动头刚刚好 保持在液体下面一点点的位置 这样它就会把气泡打小 而不是带入更多的空气 另外一点呢 就是你需要把牛奶提前先热好 我发现热一点的牛奶 能够打出来更细腻的泡沫 下一个想给大家分享的好东西 是感应式的泡沫洗手机 这其实是我的一个朋友推荐给我的 自从我们家买了一个之后 就发现实在是太好用了 于是我们就买了三个 可见真的是真爱粉 我要推荐的这一款是家用型的 它长得虽然说比较朴实 但是它也足够百搭 你放在哪里都不会觉得突兀 我们家是洗手间放了两个 厨房放了一个 关键是它打出来的泡沫非常的绵密 使用的时候幸福感真是满满的 而且因为它是自动感应的 你的手不用摸上去 这样也更加的卫生 自从买了这个好东西以后呢 我们家小朋友他洗手的积极性都变高了很多 我们还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放他的沐浴露 这样他洗澡的时候就可以自己伸手去拿沐浴露 也不用我们帮忙了 非常的方便 不得不说现在的小朋友实在是太幸福了 下一个好物呢 是送给跟我一样的近视眼一族 平时呢我们可以戴眼镜 或者是像我现在这样戴着隐形眼镜 但是游泳的时候那叫一个痛苦啊 如果你戴着隐形眼镜 你的眼睛容易发干发色 可是如果你不戴隐形眼镜的话 你的眼前就一片模糊 但是我无意中发现了这种戴度数的游泳眼镜 它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是在我们本地的一家小店发现的 但是你们也可以上亚马逊 上面有很多的选项 你们可以找一个评价好一点的买一个就可以了 不需要医生的处方 自己输入眼镜的度数就可以了 我就不卖肉了 让我老公来卖卖肉吧 戴上有度数的游泳眼镜之后 他终于可以和我们家卖卖愉快的在水里玩耍了 类似的呢 还有戴度数的滑雪眼镜 价钱上稍微贵一点 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查一查看一看 接下来要推荐的是一个给小朋友用的书架 可能有人会说 书架不是到处都有吗 这有什么好推荐的 但是我要推荐的是 宜家的这一款专门为小朋友设计的书架 它的这个栏杆比较高一点 很适合放小朋友的那种大开本的书 而且它很薄薄的一片 定在墙上 就非常的节省空间 我相信很多小朋友都跟我们家的小朋友一样 有很多很多的书 所以它的大量的书都是放在一个书柜里面 这个架子是摆出来一些 他平常经常会看的书 而且他因为看到的比较直观 所以他可以自己去选择他想看的书 你们可以上一家的网站看好尺寸 然后选择你们家的一小片墙把它放在那边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装饰 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个好东西是一个计时器 对于那些还没有开始认中的小朋友来说 他们的时间观念是很弱的 有时候你跟他说我们还有五分钟开始收玩具 他也不清楚五分钟具体是多久呢 我发现了这个叫做time timer的计时器 它非常的直观 你把时间调到五分钟的时候呢 它的红色部分就会开始慢慢慢慢的变少 小朋友一眼就能看出还有多少时间剩下 当红色部分全部消失的时候呢 它就会发出 的声音 其实这个直观的显示时间的方法 不仅仅是对于小朋友有用 在工作中有时候开会 要限定每个人五分钟或者十分钟的演讲时间 这个也能拍上用场 你把时间设定好以后呢 所有的人扫一眼就知道还剩下多少时间嘛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个好物呢 是送给那些登山爱好者 上次我发了关于爬山要带些什么的视频 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 这次呢给大家推荐一个适合爬山的时候带的好东西 那就是这个爬山的腰包 它虽然看上去其貌不扬 但是它很能装 它有一个专门的放水的地方 你可以放一瓶矿泉水进去 这样你爬山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喝 然后它还有一个带拉链的口袋 里面呢有一个小隔间 这个里面你可以放你的一些重要的卡片 或者是钥匙等等 然后爬山的时候 我们一般还会带一些零食 或者是其他的杂七杂八的东西 我这里是带了一些零食和一个免洗的洗手液 这些就都可以放进这个带拉链的小口袋里面 然后你把拉链拉上之后 它还有一个这样的钩子可以把它给勾住 这样你就不用担心爬到一半的时候 它不小心松开了 给大家看一看这么一个小小的腰包里面装了这么多东西 腰包的带子是可以自动调节长度的 所以是可以根据你的需要随意调节的 正面都是一些透气的材料 还有反面跟皮肤接触的地方 也都是很透气的材料 所以爬山的时候如果出汗了 也不用担心它憋汗 带上它 你就可以轻轻松松的愉快的去爬山了 最后一个好物呢 其实是一个很普通 但是很巧妙的设计 它是一个这样子的抽纸 但是它是圆筒形状的 你们有没有过在车上的时候 一个刹车 然后你的纸巾盒哗的一下就掉到地上去了 就非常的讨厌 好像在车上就找不到一个合适放纸巾的地方 但是这个圆筒形状的抽纸 就非常的适合放在车上 它可以刚刚好的放在你的那个放水杯的地方 拿起来很方便 你也不用担心一个刹车它就飞出去了 而且它长得也很貌美 有很多不同的花色 我觉得每一款设计的都还挺好看的 放在车上也是一个很好的装饰品 好了 那这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我会把所有相关的链接都放在下面的info box里面 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 好在这些东西都不是很贵 所以你剁手的时候也不用担心花了太多的钱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呢 不要忘记给我点赞 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我接下来还打算分享更多的生活小窍门和生活好物 上次还有朋友问我一些关于 比如说带孩子的时候玩些什么 比如说双职工怎么安排时间等等这样的问题 我近期也在整理这些方面的想法 如果你没有想看的视频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好 那我们就下周再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